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出六百年历史的故宫 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我们就是每个星期走一处世界遗产 那么中国有五十六处世界遗产 还有近百处就是列入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 您都要走一遍 我们是想都走一遍 那非常了不起 你看在我们吧台区陈列着三台 三星Z4的四折叠屏手机 而这个里面分别显示了三个不同的人物标签 每一个标签都代表一种不一样的饮品 您看看哪个标签您觉得对您的形容比较精准 或者是您最喜欢的 咱们看第一个叫故宫看门人 这个是我曾经自称过 就是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当员工的时候 我认为先把这门要看好 敬业直送 对 没错 第二个叫布鞋老男孩 哎呦 这个穿布鞋是我一习惯 您上班也穿吗 我上班我一直穿布鞋 冬天我也穿 布鞋呢 尤其在故宫 我觉得踩那个金砖地面啊 石子路啊 比较对地面的保护 我是从大约是七十年代初 开始穿布鞋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在这个一岁一周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给我拍一张照片 居然我穿的是布鞋 那个里面那个那布鞋 那针脚都能看得见 都很清楚 说明我零岁时候就开始穿布鞋了 我们来看第三个啊 第三个 老善 老善 这个好 这个好 为什么 老善的是我常态 特别亲切 显得轻松 对 显得接地气 所以我不太喜欢别人叫我 你比如说 叫哎呀 老主任来了 老局长来了 老院长来了 那都是过去了 但是老善永远 但是我们叫老善 好像叫老善老师 我就叫不出口 您可以叫老善 善老 我跟鞋鞋只能叫善老 善老 但是善老永远不能叫 因为我们心目中 善世元先生永远的善老 对 对 那我们就叫善老师 就是老善 老善 我们也可以这么称呼吗 我们就叫着叫着看看能不能熟 好吧 好 那老善你选一个 我就选老善 我怎么听呢 说不出口 很别扭 我就选老善 咱们就选这个是吧 老善 好善老师 那我去给您做一杯饮品 他们专门啊 为了您的到来 练了一下调饮品的本领 定制的 您可以试试看 好嘞 我去制作一下 我们去调饮料 善老师聊了口渴 尝一下 这个是老善盘饮料 您喝喝 您尝一下 口感怎么样 酸不酸 太好了 好喝吗 不酸并且不甜 非常好 您给老善介绍一下里头的构成 这杯老善它其实感觉特别亲切 这个蜂蜜柠檬茶呢 虽然看着非常简单 但是呢它非常亲人心皮 亲切朴实 觉得特别适合您的气质 这个冠名老善牌 对 老善牌 又乐出新的周边 新的周边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今天第一次带货 老善牌 老善牌 好 那么我们待会到这边聊 好 谢谢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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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